《小城姑娘》 今天跟大家说的这首歌叫做 《小城姑娘》 《小城姑娘》的灵感来源 其实很简单 就是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你也看不清脸的女孩 可能就是我的粉丝 贝壳中的某一位 或者突然出现登场 在了我的梦境里 我也不认识她的是什么名字 但她老对我笑 然后眼睛也大大的 然后看着我我也笑了 哇 这也太迷人了吧 但是想去问她 哎 你是哪里人啊什么的 结果又不知道那是哪个地方 那我就想那是哪里呢 所以其实本来这首歌我想做的 大家其实听beat的话 其实你可以听到她其实很火热一首歌 想说的其实是 特别是这个Vocal Vocal Chub 进来的时候 其实有点像这种 某个地方的方言 所以我一开始想写的是长沙女孩 但是呢 又不确定到底那里是哪里 但不知道梦境是在哪里啊 但是我知道是个小城 就是那个小镇啊 就是镇子 还有什么桥啊 这种感觉 于是乎呢 我就说那就小城姑娘吧 来 大家看啊 这个歌呢 我把一个古针啊 的那个波弹 对 加到这个里面 让整体感觉 嘿 有那么一点点小城的风范 这首歌其实写出了 写作的主要目的是 主要是目的是 为了让大家都可以 律动起来 就可以跟着这个旋律 跟beat可以点点头 所以在角色选择上面 选择比一般点点头 稍微快一点的 105的bpm 这样的话会让 大家点头起来会舒服一点 整体定调的时候 应该是这个 呃 人声Vocal Vocal Chope 出来的时候应该是 因为有了这个Vocal Chope 其实感觉有一些 对 有一些不一样的味道 在这歌里面 对 然后在第二段的verse verse 1的时候呢 我选择了 在这里使用笛子 来表现这个姑娘的一种 清新的状态 碰碰碰碰碰碰碰的她 在这里遇见我的TWING GIRL 一同树下 我还唱吗 白色月光 这段工作上非常大 就现在因为现在也有 疫情关系也不好 要让大家来回飞来回跑 那其实在制作音乐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很多 有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步骤 你看我们要有编曲制作 那其实还要有 还要混音时间 还有可能你需要backing vocal的时候 你还需要有录音时间 所以其实到这个节目里面来说的话 其实更加的时间是非常紧凑的 真的是没有时间 所以其实有时候 可能自己在自己手上打磨 包括自己手上混的第一版 可能就已经是 差不多就要初选了 我觉得工作量大 没关系 只要是作品能够出来的 还有点质量 让我觉得可以展现给大家听吧 但是我觉得这首小成姑娘 应该还是蛮好听的 就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 可以听一下 但是记得她是儿子哦 她还有个妈妈 然后艾琳说她也是儿子哦 她还有个爸爸 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 就是我尽量的 尽可能多的展示各种风格 看哪一种风格是 大家所喜欢的 来到了这个节目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就是出好的作品 然后呢如果能够找到一些逻辑啊 可以知道大众评审的口味 我觉得也不赖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可能是坚持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那还有一些自己的音乐 我觉得可以放到专辑的时候 专辑的时候 大家听我的专辑 反正我希望我做的所有的音乐也好 还是舞台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都是可以不负大家的期待 都不负大家的喜爱的 加油 其实大家一直在讨论 这个编曲作曲的这个差别是什么 其实对我来说 编曲它也是作曲人之一 为什么呢 我们来这么来打个比方哈 这个歌出来的话 如果我的声音不是天籁之音的话 或者是我的声音有独特到穿透力什么 可以穿透几百层什么窗户玻璃啊 什么的那种的话 一般你是不会只听一下这首歌的吧 如果这也能称之上为是一首歌的话 就是我的一首人声单轨 能称这首歌的话 那我觉得作词作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没有别的东西 它全部都只有一个人声单轨 但如果你要听的是 你还要求这个音乐有质感的话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需要编曲 才能够呈现一个歌的状态给大家 所以也是大家经常说的伴奏 所以其实我觉得 在做制作 做编曲 它也应该算到为作曲者的一员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做词 做曲 编曲 都相当重要 然后你还要要求这个音乐有质感的话 混音 非常重要 你在整体专辑听起来 要整体专辑 Balance 非常和谐的情况下 下面 Master 母带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我的 以上对于这个 编曲 作曲 作词的一些看法